微电影看了不少 但小电影你可不一定听过 作为针对6亿手机用户开发的新的电影品种 小电影可谓是浓缩了电影精华 在未来也即将快速地丰富手机屏幕市场 更是将为大电影打头阵 小户今天就来到名为小电影大未来的发布会 除了众多业界大咖现身助阵以外 小户还发现了一位特殊人物 之前因打人事件而鲜少露面的邱启明 也作为嘉宾出席活动 共同见证电影新产品的诞生 本想着可以趁此机会好好问问启明老师 打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又是怎么度过的 没想到他却微笑地拒绝了小酷我的采访 不过今天在主持人介绍他的身份时 引用的却不是主持人 而是某新闻客户端的嘉宾身份 不得不让人们想入非非 到底是否可以在今后的电视中 见到邱启明了 又不全一乐 出事以后是该低调了 北京报道 微电影看了不少 但小电影你可不一定听过 作为针对6亿手机用户开发的新的电影品种 小电影可谓是浓缩了电影精华 在未来也即将快速地丰富手机屏幕市场 更是将为大电影打头阵 小户今天就来到名为小电影大未来的发布会 除了众多业界大咖现身助阵以外 小库还发现了一位特殊人物 之前因打人事件而鲜少露面的邱启明 也作为嘉宾出席活动 共同见证电影新产品的诞生 本想着可以趁此机会 好好问问启明老师 打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又是怎么度过的 没想到他却微笑地拒绝了小库我的采访 不过今天在主持人介绍他的身份时 引用的却不是主持人 而是某新闻客户端的嘉宾身份 不得不让人们想入非非 到底是否可以在今后的电视中 见到邱启明了 又不全一乐 出事以后是该低调了 北京报道 北京报道